因應下一波畢業.5疫情 指揮中心呼籲家長趕快趁疫情平緩的時候 帶幼兒接種疫苗 截至8月22日為止 全國6個月到4歲 因幼兒接種率是19.2% 台東縣只有12.3% 是全國最低的 因此縣政府也協調了兩家醫院 從8月28日起家 開假日場次 希望可以提高打氣 50秒就好了 1秒鐘 2秒鐘 小小朋友玩起衣袖獻出手臂 一針打下疫苗 雖然痛得嚎啕大哭 當家長的看著有些心疼 但也安心多了 疫情還是沒有趨緩 然後哪個小朋友 讓他有基本的保護 其實我們家人都有確診過 就是他們兩個就是為二 沒有被感染到的 所以覺得還是要打疫苗 保護自己家 B1.5病毒來勢洶洶 疫情在全台竄生 指揮中心指出 上週本土確診數 是連續11週後首度上升 而這週不只持續上升 且新增幅度也增加 從上週15萬2732人確診 提升到17萬6488人 增加15.5% 從統計資料來看 截至8月22號 全國疫苗接種率 6個月到4歲年齡層 完成第一劑接種率總計 19.2% 而倒數前三名的縣市 分別是新北市 15.6% 花蓮縣 13.2% 以及最低的台東縣 12.3% 至於因幼兒疫苗第二劑部分 花東兩縣接種率更是雙雙掛鈴 擔心幼兒染疫重症風險高 台東縣衛生局體續家長 協調衛福部台東醫院 以及台東基督教醫院 8月28號加開夜間接種場次 另外16鄉政衛生所 以及台東市幾家醫院診所 從這週起可預約接種幼兒BNT 但特別提醒需要完整接種3劑 第二劑與第一劑至少間隔4週 第三劑與第二劑至少間隔8週 至於三大會台東市報導